各位后港区的选民 来自全新加坡各地的支持者 大家网上好 2011年大选 工人党提出了 迈向第一世界国会 我的许多新加坡人的认同 尤其是阿易尼季选区选民的认同 使得阿易尼季选区的候选人 能够中选 所以现在在国会里 有多几把反对党的胜利 阿易尼季选区能够中选 而中选之后 也能够成功地管理市政理事会 主要还是因为 工人党有管理后港的经验 有后港作为后盾 使得我刘成强可以在后港的培养之下 走出后港 取得突破 我之所以 能为新加坡的民主政治 做出一点贡献 而新加坡的政治制度 有今天的发展 后港是新加坡民主政治 发展的摇篮 后港武道的一位居民 他还记得 1991年 我在中选的时候 致辞所说的话 当时我向后港选民说 这就是新的起点 这个新的起点 经历了一段很长的路 从1991年 我当选后港区议员 2001年 我当上工人党的秘书长 开始着手 工人党的更新过程 到 2011年 突破 阿域尼俱选区 这个新的起点 才取得真正的效果 我们才看到 新加坡在政治进程上 呈现新的景象 年轻一代的新加坡人 也从政治恐惧感之中 解放了出来 这是 后港 对新加坡的贡献 所以后港 在新加坡政治历史上 有它特殊的地位 这就是为什么 当前议员 饶兴隆 出现问题的时候 工人党 无论如何 都必须拿出政治勇气 开除它处胆 后港人 是坦然的 许多人 都以 是后港的居民 为荣 因为他们 敢敢不受行动等的 微波利诱 都坚持民主 坚持国会里 必须有不同的声令 这样 才能为 全体新加坡人 谋复利 才能监督政府 才能建立一个 健全的政治制度 这种精神 是后港人 是后港所特有的 也是后港人 民以为荣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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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即使面对很大的风险 工人党还是要拿出政治勇气来 让后港人有另外一个选择的机会 我不能够让后港人如此的无奈 当然行动党有了这次补选 他也希望赢回后港 行动党的候选人朱培庆说 他可以成为国会里独立的生命 他的意思是 他虽然是行动党的候选人 但是他会是独立的 不过请大家想想他可能独立吗 在国会里有议员的政党都会有党边 当一个政党对政策有一定立场的时候 所有的议员必须是一致的 朱培庆代表行动党参选 他不可能是独立的 除非他是独立候选人 再说 行动党的主席 许文远部长一直都很关心工人党的团结问题 他怎么会允许朱培庆做出这种不团结的表现呢 大家应该要记得 我想你应该还会记得吧 当吴作栋当总理的年代 他曾经说 要让20位行动党的议员 扮演反对党的角色 当然 他希望能够一手包办国会 那就好办事 但是 新加坡人是聪明的 新加坡的选民是成熟的 他大概也知道 这一套行不通 后来就不了了之 我想 朱贝庆应该去请教他的领导 为什么会行不通 现在 让我们来 看一看 行动党候选人 发给选民的 竞选资料 就是这一本了 撕掉撕掉 这本里面 这本资料呢 其实他做了许多事情 我相信 每个后港选民都有了 不过要指出来的是 他就算不是国会议员 也能够做这些事情的 为什么呢 因为 他是基层组织 顾问 他有人民协会 作为他的后盾 他所做的 其实呢 是在自行政府 所提供的 各项 互利政策 比如说 他要帮助 后港的热灵人士 活得更好的医疗服务 更好的家居设施 以及孩子 活得更好的学权 中小学教育服务等等 这些呢 其实都是 政府援助政策的一部分 本来 就是由他这个基层组织 顾问 负责事情 就好像在 阿玉尼俊显期一样 不过呢 他却拿来当他的 竞选政策 我想 大家 应该也有收到这一本小册子 呃 给每位居民的 他的题目是 我也有收到啦 我不注重后盾 我也有收到 每一个新加坡都应该会收到 这个呢 是由财政部呢 分发给每位居民的小册子 是大选之后 2012年 财政预算案 提供给全新加坡人民的 好处和福利 他现在要让你知道啊 已经有反应了 经过大选之后 其中呢 他比如说 热灵家居改善计划 热灵人士在家中 如果安装安全的设施 扶手等等 可以获得95%的津贴 所以 如果你愉愤的话 去看一看 比较一下 呃 候选人 朱沛军候选人的 竞选干领 所以各位 不论行动党的候选人 有多少的福利配套 来作为 选我吧 我有这些项目协助 协助 你要问的一个 基本的问题是 钱 从哪里来 是从他的口袋吗 还是行动党的基金 在过去的大选 我都告诉行动党 这些 不是你们的钱 是纳数人的钱 是国家的钱 最终 连新加坡建国总理 李光耀也承认 他说 政府的钱 就是人民的钱 也就是你的钱 朱贝庆呢 是拿你的钱 往自己的脸上贴金 请后港选民 不要被误导 就算落选 他也得制行这些政府的计划 因为他是基层组织顾问 如果 帮荣法 中选 行动党政府 委任他为 后港区的 基层组织顾问 我可以跟你打包票 他一定能做得 比他更好 更出色 其实 不论 要在个别选区 推行什么所谓的 地方性计划 都必须 要有政府的拨款 要有钱 才能办得到 政府肯不肯出钱 改善人民的生活 来协助那些 需要帮助的人 才是关键所在 所牵涉到的是 政府的政策 是全国性的政策问题 而 这也反映了 政府 对人民的态度 是否愿意 多做一点事 协助那些需要 帮助的人民 改善生活 所以 这次 虽然是补选 但是这个补选 所牵涉到的 不只是后港的层面 也牵涉到政府 怎么样对待 人民的层面 所以 不是行动长所讲的 地方性议题 它其实 关系到新加坡民主 进程的一部分 如果你希望政府 接下来会好好照顾人民 不敢向人民 施太大的压力 如果你希望看到 新加坡的民主政治 继续有所发展的话 那 你一定要支持工人党 5月26号 请投方荣发一票 谢谢 谢谢 我们现在 民眾大會就到此結束 謝謝大家的光臨 各位晚安